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的场馆设施改造 已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运行团队除了完成雪道转换和赛道防护设施维护工作外 很多无障碍设施体现出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理念 让北京冬残奥会更有温度 像雪飞燕这样的室外场馆 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将无障碍的一些需求考虑在内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坡道 可以实现场馆的看台 办公区域 与室外的魂彩区和赛道之间的一个无缝的衔接 包括在我脚下的这样一个雪道上面 目前也已经铺设上了防滑的设施 这样可以保证像轮椅的使用者 能够自主 无障碍 安全地 在这样的一个场馆内自由通行 前往任何自己想要抵达的区域 在雪飞燕的看台区 我们看到这样的围栏 其实也是经过特殊的设计 它的高度能够满足轮椅的使用者 能够以坐姿不会遮挡视线的前提下 观赏到现场比赛的一个精彩的赛况 在场馆观赛区还有一个用餐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取餐的位置上增加了一套新的滑轨 这套滑轨还没有拆封 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呢 用餐人员可以通过取餐 然后把餐盘在滑轨上滑动 到指定的位置之后呢 再端到自己最终的用餐位置 来实现取餐和用餐全程的无障碍 在场馆大家庭观赛区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这样的桌子 它的下面都有一个小小的机关 通过搬动这个搬手呢 所有桌子的高度都是可以自由调整的 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选择 合适自己的高度